词曲 曲 李宗盛 刀剑无眼 得罪了 果然快 这小姑娘刀不出窍就开战 这是 他们两个的功夫 有无法弥补的差距 阿肥一直不出手 是因为她知道一旦出手 就会暴露这种差距 完全丧失自己的邪奏 上来就给了个下马威 看来是赢定了 胡说 我们阿肥怎么可能 逼你们洋黑探查 阿肥 打她 骑门 怎么会是骑门的浮游布 这就是周姑娘的制胜手段 不 阿肥 这是在留她的耐心 小姑娘果然聪明啊 原来她是在试探 断咽十三刀的深浅 所以故意拖掩时间 阿肥又不是陀螺 不可能永远不知疲惫地 闪兵下去 除非杨瑾露出破障 杨瑾进行冲动 又是个舞痴 很有可能一时积愤 失了水准 她为什么不出手 杨瑾用了一个重复的招数 杨瑾不是青龙主 求天晋那种内戛狗手 在她不可能一掌 掀翻我的情况下 她的刀再宽 快不过洗墨浆的细刃 力气再大 大不过 能牵动千斤巨石的千机 他迟疑了 败刀是不能迟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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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的刀了吗 看见我的刀了吗 这小丫头 下趟山可真没少长心眼 这片刻的迟疑 终于要了快刀的命 你 阿斑 可以啊周女侠 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是吗 等等等等 你都输了你还想干什么 要不是阿斑内力受损 他早把你打败了 阿斑 真厉害 是啊 等一下 你不要难道姑娘难道姑娘就叫我了 我姓周 叫周斐 杨锦 有机会再找你别 老朽多有得罪 老朽多有得罪 望姑娘海寒 日后又需要行脚帮之处 定将鼎力相助 多谢许多主 告辞 周姑娘不愧是难道的传人啊 真是聪明绝弟 夫人过奖了 阿斐想将此药献给夫人 再谢夫人救命之恩 您是为我赢的 您是为我赢的 李大哥要是全下有之 想必会非常欣慰 阿斐你刚可太厉害了 看不出来还挺厉害的吧 那儿 下的牙齿下的牙齿还长进不上 年轻正好 诺大三山六水 多少少年能处处忙碌 愁愁满之 好 五年 十年 又有多少能挨过那些污浊纷繁的世道人心 姑娘年纪小小 曲子唱得不错啊 刚刚 是我忘了打赏钱 是我的不是 姑娘是 我啊 就是羽衣班一个小弟子 方才看你用我派的独门秘籍 放倒那书生 所以跑出来问一问 你的福播手是从哪儿学的 跟我羽衣班 什么关系 我年少时 有姓偶遇羽衣班的霓裳大师 跟他讨教过一二 曾经见识过贵派的武功 不过 我刚刚那是东师笑评了 并不是真正的福播手 我想也是 量你也学不出其中精髓 不过啊 你出门在外 不要乱使用别派武功啊 不然让人看出来 还以为我羽衣班 连几个兵痞子也怕 让人笑话 姑娘教训的正是 不过自古以来 民不予官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再说相助 也不一定要拔刀吧 这福播手啊 是我师父和南刀的李大侠 切磋所创 平常是连我们也舍不得教的 哪能被你这种怂人 拿出来搬门弄斧啊 南刀 就是四十八寨那位 鼎鼎大名的南刀李大侠 你还没有呢 徒有虚名 徒有虚名 虚名 你还没有呢 我觉得也是 你都很漂亮 周女侠这时候可是机关算尽了 我看你落地生根地在那窗台待了几日 是 原来是想出了这套激将法 对啊 你那剑走偏锋 就不怕玩砸了吗 砸就砸呗 我又不怕被人笑话 大不了就是丢人现眼 况且我有伤在身 他的刀没破着 但是人总是有弱点呢 我就从他的人下手 别聪明了 阿肥 阿肥姐 可算找到你了 凑什么 还不都是你惹的货 杨黑探他一根筋脑袋 你打他一如翻掌 根本不用猜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是怎么下的山啊 大当家准的 大当家脑子进水了 是 是真的 大当家让马树陪我下山 马树中途有事就先走了 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然后 我就被那个杨黑探给挤住了 行 那我就把你押回四十八寨 让大当家来发落你 打扰各位了 夫人锦州姑娘和千岁游先生一续 请跟我这边来 你紧张什么 你紧张什么 霓裳夫人给我的这把刀 一看就很有年头 而且 她的神情告诉我 很有故事 所以我猜想 她不会又是个想当我外祖母的人吧 好 夫人 她们到了 夫人 你先下去吧 是 是 夫人 小丫头 破血刀谁教你的 我娘 真好 这李征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我倒是怕我外翁晚上托梦揍我 我耍了小聪明 只是功夫不到家 我这一闭上眼啊 我就感觉我看到了李征 永远都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 然后呢 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裳 这见到女孩子啊 站在三步之外 永远是毕恭毕敬地说话 我实在想象不到 你这么大的一个姑娘 叫她外翁 不行我笑死我了 你 夫人 多谢你借我这把刀 这把刀 跟那边墙上挂的配件 应该是一对吧 你我棋风敌手 降雨良才 要分出胜负 恐怕不容易啊 既然我们酒上难分胜负 不如 比试一下刀剑如何 酒来了 酒来了 这一刀一剑 的确是我为两位故人打造 刀呢名为山 剑名为雪 那两位故人 那两位故人 一位就是你的外祖父 李大哥 另一位呢 是山川剑 迎我蓝前辈吧 李大哥 借过去 我会有点 赌奈啊 赌奈啊 还没带你纵横琴珊 还没将你的发心弯 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